点灯是光明 用这个油点的这个灯 这个不湿的是光明不湿 那众生需要的是什么 众生都是因为无明 才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那你给他大明 他破了自己的无明 他自觉觉他就成佛了 这个功德多大 点灯功德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还 过去生生世世 你还了没有 老师我本身就钱又不多 你看 不是啊老师教你招 没钱 也有还债的 不是你一定是这一辈子 还前几世的债 还这个过去生的债 一定要拿钱还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让这一辈子 变现很多现金购你用的 您先把欠人家的债还 用啥还 我以前这个讲课给你们讲了一个贫女点灯的故事 他这个家里灶大水 去要饭去了 要不然去了这个最后 讨了半天 只讨到半分钱 半分钱连半个馒头买不了 那吃更吃不饱 这就感慨自己的这个业障身中 欠债太多 最后就拿着这半分钱 到寺庙里去点灯 点油灯 他全心全意 饿着肚子 拿半分钱去点灯 供佛 结果寺院的老和尚一看 这个讨饭的人家都来点灯了 在这个圣河上过来一看 有感应 这个很虔诚 这是他全部的东西 所以他给他做了一个忏悔 仪轨 替这个贫女做了这个忏悔仪轨 用多少钱来还债呢 半分钱 记住了 说你要用多少钱来还债 随心所欲 只是真撑到了 半分钱也够了 这个灾难过去以后 皇帝选妃 这女孩子长得挺套难 被选入宫中 选入宫中 然后做了贵妃 皇帝赏赐 这个各种俸禄很多 所以他最后呢 感触自己原来是个讨犯的 现在作为这个三公娘娘 最后呢就拿出万两黄金 去他那个点灯的寺院去摘僧 结果一路好嘛 哐哐哐 敲着楼打着鼓 娘娘摘僧了 万两黄金摘僧了 这吼着险露着就去寺院了 结果寺院里老和尚边不见 最后派了个小和尚出来 给他办忏悔 结果这个娘娘这就恼怒了 这个我之前是讨饭的 你大家和尚出来给我做忏悔 现在我是娘娘来了 你个老和尚不见我 你不找死吗 所以就把老和尚找来 你这个凭什么这样 老和尚就跟他讲 当年娘娘来的时候 是你全部的所有 是你的真诚 现在你万两黄金来摘僧 张牙舞爪 满天下没有不知道 这已经没有功德可压了 所以你才知道 你的富贵是功德之外来的 你们开交了没 开交了没 你为什么穷 你为什么财富不自由 开交了没 知道答案了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